Hello,大家好,我们中兴网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陈贝尔 她是香港TVB主持人,也是脱贫攻坚题材纪录片《无穷之路》的主创之一 凭借这部纪录片,陈贝尔获评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 3月30号,陈贝尔做客中兴网大湾区频道《湾区青年说》栏目 分享创作初衷和幕后故事 去年国家就宣布脱贫攻坚是获得全面的胜利 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 然后是如何可以做得到的 其实有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号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节目其实就是以小见大 我们都是去了每一个点,每一个曾经极度贫困的地区 去采访那些代表人物 然后从他们的故事就可以拼接出一个进步社会的蓝图 从悬崖峭壁到戈壁沙漠,从高原到大峡谷 三个月的时间里,陈贝尔一行五人穿越六个省份 沉浸式感受和记录了当地居民的生活 期间也遇到了不少挑战 最令他印象深刻的就是悬崖村的2556级天梯 在爬的那个当校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爬到一半的时候也真的有点想晕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我是自己要求自己要有这个亲身的体验 因为我觉得唯有真的我每一集每一集的这样爬上去过 爬上去过,我才能够深切的体验到那些村民 他们世世代代都是住在悬崖村上面 他们的心态下面感受是怎么样 而且当拍完之后,我们隔天就去他们新的安置坊 然后我才能够真的感觉到他们心里下面 从绝望到充满希望的那个感觉 由衷的,觉得他们现在的幸福是得来不容易的 在脱贫攻坚这一红大主题下 陈贝尔选择从鲜活的个人故事切入 拍摄风格,朴素而真诚 在他看来,无穷之路就是要把中国故事好好讲清楚 人民脱贫之后呢 在于我们也是迈向一个更美好更幸福的路上面 这一条也是要靠大家共同努力的一条无穷之路 所以呢,这条路上面可以用心的就是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 都可以把大家应该要知道,值得要知道的事 都要好好老老实实的拍出来 也特别的也制作了英文的版本 也希望可以让海内外的观众朋友都要知道 我们人民的生活也真的是不像美好了 节目播出后,在香港也广受好评 陈贝尔希望香港民众也能多来内地走一走 亲身感受祖国的发展变迁 比如介绍到云南的咖啡呀 海南的有机茶呀 哇,反应都是特别的荣誉 都在问我,那些农产品可以在哪里 他们可以买得到,可以支持得到 我觉得透过这个节目,我们香港的观众朋友 他们就觉得,哇,原来现在国家发展的这么好,这么快 然后呢,我都非常的鼓励他们 就是如果他们觉得节目看,他们看得有功名啊,有感动啊,或者是有好奇的话 也都是一定要鼓励他们,就是要自己抽时间,要回到祖国,来自己感受一下 谈及未来计划 陈贝尔透露 《无穷之路》的姐妹片将在4月开机 她将和团队一起,用镜头继续讲述更多中国故事 《无穷之路》的故事 《无穷之路》的故事